有为好景不尝,如今香港的面对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,经济增长放缓,令方面内部社会持续动荡不安,旅游和零售业急转冷,进一步削弱抗疫能力,港股风声学类,以为经济前景响景,迎面而来的年关必然难过。 随后的企业倒闭及裁员潮恐引爆楼市泡沫,那就真正大祸临头。07年港府公布十大基建计划,当中不少经已完成或近尾声,意味这些年所创造的附加值和就业职为快将消失。 经济增长动力本身就在放缓,可视,港府一直过于安逸,不思进取,未有筹谋有效中长期增长点,创新科技发展明显落后于邻近地区,房屋问题更十年如一日,致使楼价不断攀升,港人名义上是享受低税率,实际上却要为住屋付出高昂代价,变商就是政府征收重税。 事实上,单计贸易物流与金融服务的增加值,以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,四成。 计今年5月后,9月及12月美国很大机会如期再向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。 贸易物流业持续萎缩几无原念,近季港股成交低迷,两大巨型新股取消来港上市,加上全球投资银行收缩业务,金融服务业都在掉盐水。 至于实业更是苦不堪言,就连旅游及零售业都不保,增加速动摇香港的根基。 中观当前困境,香港第三季经济难逃技术性衰退,从近期银行收紧按揭业务可推断。 资产价格包括楼价已进入下跌周期,而企业经营日渐困难。 不少行业要求员工放无薪假期,商下租户更出现集体求减租。 若年底前未见转机,企业倒闭潮张令打工仔饭碗不保,这也是经济衰退下难以回避的现实。 过去十多年,大量热钱留在香港,楼市供不应求问题凸显,楼价只升不跌。 可如今,银行贷款政策生变,贸易占下人民币贬值。 中国经济转差,加上香港政局动荡,银行体系结余下降正反映出大量热钱撤离香港。 楼价飙升的日子,不少业主都很容易透过抵押取得再融资。 以钱赚钱,但现今经济环境急剧恶化,楼价下挫,银行为求自保乐与收遮。 张恩应客户财力要求提早偿还债务,如何保证足够投串应对风浪。 视各大企业和投资者的当务之急,如水亦深,如火亦热,亦运移以,经济不仅加上政局动荡下。 香港要面对的不仅是经济问题,更可能是回归以来一次最大型的移民潮。 意味资金和人财资源的流失,将令经济复苏变得更加漫长,如何尽快令社会恢复平静。 团结社会齐心抗疫,实有赖两地政府拿出智慧,真正为香港人和国家利益谋福祉。 团结社会调联盟福祉。